蓝旺鸡心中虽不情愿,但见魏无羡已经远去,他也不多说什么,只是希望他们早点回来。 魏无羡到了与温宁相约的地点,他上了温宁的车后,便看着温宁说道,温宁,你姐姐约我出来,是因为蓝湛病情的情况吗? 温宁,魏哥,这我就不清楚了,我姐姐基本上这种事情都不会告诉我。 魏无羡点了点头,好吧,到了约定的地点,温宁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,经过调查,你家好老公是失忆没错,但这是缺失忆症,这跟失忆很类似,但实际上,这是一种疾病。 魏无羡瞪大了双眼,温宁摆手道,你先别急,先听我把话说完。 温宁同样地拿出与上次一样的调查表递给魏无羡,温宁不等,魏无羡看完,就说道,真相要早点让你知道才行,你家老公的失忆症,说严重也不严重,但说轻不轻也不是很轻,只能说这失忆症,是有风险的,但还是要看个人。 魏无羡愣愣愣地看着温宁,温宁,他这失忆症,是否很不定时地对你做出,与刚失忆后不同的表现? 魏无羡点了点头,温宁,这就对了,魏无羡我好心说一下,你老公的记忆,想要恢复的几率不大,甚至可能更严重。 魏无羡,那,他会不会?他曾听说,曾经有人因为失忆,而去寻找记忆,可最终寻找无果,这人因忍受不了失去记忆的压力,加上对恢复记忆的执着,得到了抑郁症,到最后,不看重负地,选择自我了断。 温宁,我相信他不会这样的,因为有你在,他绝对是平安的,纵使他真的找不回记忆,相信你陪着他,一切都能过得很好。 魏无羡垂眸不知道该说什么,温宁这么相信他,可他自己却不相信自己。 从前的事情,记得也好,不记得也罢。 反正对于少年时期的互动,魏无羡早就死心了,内心深处虽还爱着,但那件事情,却让魏无羡心灰意冷。 回到别墅后,蓝忘机已经整理好行李了,蓝忘机见回来的魏无羡脸色不太好,便上前询问,可等来的回答,却是我没事。 蓝忘机很好奇,魏无羡到底去见了什么人,那个人是不能让自己知道的人吗? 魏无羡一语不发地走向书房,把自己关了起来,蓝忘机很担心他,连敲了好几次门,魏无羡就是不肯回应,就连蓝忘机怎么求他,他就是不回应。 书房内的魏无羡,蜷缩着身躯,抱着膝盖,眼眶通红,刚刚温宁所说的心理疾病,缺失性失忆症,种种事情魏无羡有些附和不来。 加上在回来之前,还在魏家的时候,魏无羡的房间内,魏妈妈拿出魏无羡装着他最宝贝东西的整理箱,魏无羡开心地打开整理箱,里面都是自己最爱的一些小玩意。 魏无羡拿起最上面的兔子布偶,魏无羡笑了笑,眼睛都笑道,变成月牙万了。 魏无羡摸了摸兔子布偶的脑袋,有捏了捏他的耳垂。 魏妈妈,挨鹰啊,这些东西看你有什么想要带走的,便带走,剩下的妈妈这样帮你保留。 魏无羡,好。 待魏妈妈走出房门后,蓝忘机也从浴室里走了出来了。 蓝忘机看见魏无羡很宝贝地抚摸的兔子布偶,他皱了皱眉,这是谁送给魏鹰的。 蓝忘机按捺不住心中的醋意,以及怒意,上前冷漠地拿走了兔子布偶。 魏无羡见他一把拿走兔子,以为他又在吃醋,便起身想要抢回兔子。 可一起身看到蓝忘机冷漠的表情时,魏无羡说出话了,看着蓝忘机攥着白色兔子的身躯。 魏无羡伸手想要要回来,你,你别这样,这样他会坏掉的。 说罢伸手就要抢回,蓝忘机将兔子举高不让魏无羡抢到,魏无羡毕竟没有蓝忘机高。 加上蓝忘机手臂也长,魏无羡即便垫脚尖也拿不到。 蓝忘机看着爱人唇绊在自己眼前,将手中的兔子丢掉,随后迅速地按住魏无羡的腰身,以及后脑,狠狠地稳住了他。 由于蓝忘机力气太大,魏无羡站不稳地,往后栽倒,好在蓝忘机的手扶住魏无羡的后脑,才没让魏无羡受伤。 蓝忘机红着眼眶说道,谁送的?魏无羡皱了皱眉,什么?你说什么谁送的? 蓝忘机俯身咬住他的唇绊,都咬出些许血了,魏无羡撕了一声,蓝忘机继续问道,兔子,谁送的? 魏无羡一愣,原来是在问这个,我,可是说出来了,蓝忘机会相信吗? 蓝忘机的语调,不再是温柔了,他冷声问道,可是高中那个打篮球的学长送的。 魏无羡又愣住了,他不明白蓝忘机到底在说什么。 蓝忘机见他不说话,当魏无羡脖子上有密密麻麻的痕迹时,蓝忘机才问道,回答。 回想到这,魏无羡才愿意面对温情所说的话,现在蓝忘机在心理上,恐怕真的有些问题。 魏无羡看着手掌心上都是自己的泪水,心中十分难受。 要是我说了,你会相信我吗? 在魏无羡高二的时候,发生了一件让魏无羡不得不接受蓝忘机有白月光的一件事。 这件事,还是在校庆上发生的。 那时候,魏无羡参加了长跑活动,这是每个年级分开跑的活动,所以在比赛前,魏无羡去找了蓝忘机, 因为蓝忘机也参加了这项比赛,魏无羡希望蓝忘机能给他加油。 当魏无羡去找蓝忘机的时候,就有一个女生红着脸,跟蓝忘机说这话。 而且,蓝忘机的眼神也不怎么冷漠,好像很温柔似的。 魏无羡在犹豫,要不要去找蓝忘机,因为要是自己现在去找蓝忘机,怕是会打扰到他们。 想着想着,魏无羡抬起他发现,那个女生居然跟蓝忘机亲了。 他们凑得这么近,他们一定是亲了。 魏无羡愣住了,他果然真的是一厢情愿而已,魏无羡无力地垂下了肩,失落地离开了。 在跑步的过程,魏无羡都心不在焉的,所以只拿到二年级的第三名。 他去找蓝忘机,除了希望蓝忘机给他加油,他也希望蓝忘机能在终点线等他。 可惜并无,魏无羡跑完的时候,发现蓝忘机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,旁边还放着,一条上面有兔子图案的米色毛巾。 魏无羡只是看了一眼,并没有说什么,他经过了蓝忘机面前,没有叫他,没有坐在他旁边。 魏无羡在经过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瞄了一眼,除了毛巾以外,还有水。 魏无羡在内心叹了口气,刚好蓝忘机抬起了头,跟魏无羡对上眼了,魏无羡先试一顿,然后在蓝忘机起身一半的时候,迅速说道,你继续做这就好。 我不会抢你们的专属座位的。 说吧,快速地离开蓝忘机眼前,蓝忘机见他这么说,很是无奈,他看了椅子上的水跟毛巾,摇了摇头。